Hello 大家好 各位新年快乐 2021年呢 博佑也会持续的为各位带来 非常重要的国际新闻 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2021年1月份的第一支 国际英文新闻导读的影片 好 那我们第一则看到的新闻啊 看起来是跟天气气候相关的 因为就是现在的气候其实是 越来越异常嘛 那在台湾这几个礼拜 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寒意 寒意逼近 来了两波的寒流 那就是其实都是比去年冷的早啦 去年其实比较没有这么的冷嘛 就是去年的冬天比较没那么明显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第一则新闻 它发生的地方是在Span Span就是西班牙 那在接近中心点的部分是西班牙的首都 Madrid 就是马德里 那我们看一下标题 Madrid is buried under heaviest snowfall in 50 years 好 在这50年内 也就是50年来哦 就是终于第一次啊 马德里他现在是is buried 就是被掩埋被掩藏在什么之下 好 就是heaviest 用到最高级最重的snowfall 雪 就是下雪的这个雪 最重的雪里面了 马德里这座城市现在都已经被雪掩盖了哦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篇文章的单字 第一个catastrophe 名词叫做灾难 好 那第二个activate activate就是启动动词 像是比如说你下载了一些电脑软体 那它就会叫你activate 就是启动这个软体 最后一个是distribution 就是名词分配 好 你要分配物品给谁 分配什么东西就用到这个字 内文他说 The southern and central span is hit by a giant storm bring Madrid the heaviest snowfall in five decades OK 我们先看到这边 他说啊 一开始先告诉你方位 Southern就是南方 那central就是中间 所以南方跟中间的西班牙呢 is hit by 这边就用到的被动语态 逼动词加pp 然后加一个by 被什么东西击中了 就是一个很巨大的风暴 巨大的风暴 那这一件事情呢 这里用到的分词 bring就是带来 为马德里带来了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标题说的啊 最沉重最重的一场雪了 那这边说的five decades 其实 decades 指的就是十年 所以五个十年就是五十年 好 那这件事情呢 As the most snow the city has seen since 1971 OK 所以前面讲这个非常重的这场雪啊 就是这一座城市呢 自从1971年以来就是看到的最多的一次雪哦 such weather catastrophe caused at least three deaths and prompted the authorities to activate the highest level of weather warning in the capital OK 那像这样子 such如此如此如此的天气灾难啊 就造成造成了at least至少三个死亡 OK death是死亡叫S 那么这件事情同时呢 prompt就是促使 速使了这个当局啊 官方啊 当局去启动最高等级的天气警告 OK in the capital 就是在这个首都啦 就是首都马德里 那就是让当局在面对这样子这么严厉的气候之下呢 要赶快启动最高等级最高规格的天气警告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fears that the snow could affect the distribution of a shipment of about 300,000 doses of coronavirus vaccine to regional health authorities OK 其实最近都是到处各个国家都正在施打新型冠状 病毒的这一个疫苗 那所以现在当然有很多疫苗正在被分送到各个国家 当然马德里也不意外 所以要说啊 同一时间呢 其实是有一点恐惧的fears是恐惧 恐惧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一场血啊 可能会affect影响到了这个distribution 就是分配 好 那么马德里的他们的疫苗是如何运送 就是shipman看到ship就想到是船嘛 所以是这个船运他们有将近了 这个是30万剂量dose是剂 就是一针就是一个dose 好 30万剂量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一个疫苗 好 本来是要送到这个original health authorities 就是这个地区性的健康的官方当局 那我们又可以说是就是当地的公家健康机关 original health authorities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气候关系就很害怕 这些这些疫苗没办法如期的送达到马德里 OK 好 那再来我们看第二则新闻呢 就是美国总统 即将就是要有新的人接棒了 那这一位Trump 好 标题说了 Trump to be the first U.S. President to be impeached twice OK 这里告诉你的事啊 那川普啊 他要成为to be就是将要成为什么了 第一位美国的总统 什么样的总统呢 就是被弹劾impeached 叫做弹劾两次的总统 史上的第一位 好 那这边的地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整个美国的版图 好 那就是在北美洲的地方 好 美国版图是非常庞大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则新闻的单字 第一个我们刚刚标题看到的impeachment 就是弹劾 再来obstruction obstruction叫做妨碍 好 我们这一课看到非常多的名词 再来下一个是incitement incitement叫做煽动 好 就是比如说你煽动了一场叛乱 就会用到incitement这个字 那下一个字呢 insurrection就是暴动 好 暴动啊 或是我们刚刚我刚提到的叛乱 都可以叫做insurrection OK 最后一个字叫做bipartisan bipartisan这个字比较特别 我们看到bibuy 就是会有两个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形容词 它的意思叫做获得两党支持的 好 比如说两个党派都支持 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那它就是一个bipartisan的情况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内文 Following the first impeachment in 2019 for abuse of power and obstruction of congres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as impeached for the second time on January 13th by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K 好 它这里讲的就是啊 川普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就遭逢了第一次的弹劾 那它当时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abuse of power 它滥用职权 它当时就是滥用了总统的职权 向乌克兰的政府施压 就是希望可以借由乌克兰政府的力量 来去攻击它当时的对手 也就是民主党的竞选人拜登 那之后它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obstruction of congress Congress就是我们的国会 那国会呢它就是进行了一个妨碍的动作 它还妨碍妨碍国会进行调查 好 所以这种种这两件事情呢 就让它在2019年遭到了第一次的弹劾 那么那么接下来呢 他是在Donald Trump 好 总统川普呢 他接下来又再度的被impeached for the second time 又是第二次被弹劾 就是在今年的1月13号 好 那今年1月13号被弹劾呢 就是遭到众议院的 遭众议院的弹劾 那是非常的严重的 那这一次他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说了 He was charged with incitement of insurrection following the attack on the capital by a pro-Trump mob 好 最近如果有看新闻就会发现 因为现在刚好就是适逢 川普总统跟拜登 接下来准备要交接 拜登准备要接手这个总统位置的一个时期 所以呢 川普的支持者其实是非常激动的 就是甚至是闯进了国会大厦 capital就是国会大厦 所以呢 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 就让导致川普就被控 was charged with 他被控了呢 这个incitement呢就是煽动 那insurrection呢就是暴动或是叛乱 所以他就被起诉他是有煽动叛乱的嫌疑 就在他的这一些pro-Trump 就是支持川普的这些mob 暴民 好 支持川普的暴民 闯进国会大厦之后 这个非常大的事件就让他 好 又再度的被弹劾了 好 接下来他说 a bipartisan vote showed that 222 Democrats and 10 Republicans vote to charge him 好 那因为就是这个弹劾 弹劾案呢是需要经过各 有党派的一些投票的动作 结果呢这个投票结果就显示了 bipartisan 两党都同意的情况哦 两党同意的票数出现了 其中呢222票的Democrates 就是民主党的票数 这是想当然的 但是呢另外其实原来还有10张 是属于就是川普党派的Republicans 共和党的票数是同时 希望可以起诉川普的哦 好 Unlike in 2019 when not a single Republican voted to impeach Mr. Trump 相较于2019 Unlike就是不像 不像2019年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啊 not a single 没有一张 没有一个共和党的票 是要投给 支持要去弹劾川普这件事情的 所以呢最后呢 by this situation Trump urges all Americans to help ease tensions and calm tempers 所以像这样子如此严重的情况 发生之后啊 川普他做的事情就是去 urges 去呼吁所有的美国人呢 大家请帮忙 做什么事情啊 ease tensions 请减缓你们的这些紧张情绪 还有去冷静 去浇息你们的怒气 你们的tempers ok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势必需要出来 去安抚一下 他的那些暴民分子的 所以呢 接下来川普 即将下位 那拜登即将上任之后 其实也让全世界都蛮关心 他们的国内的动态的 因为看起来是非常的 已经是一个非常二分化的 一个国家的地步了 那么接下来下一则新闻 其实也跟拜登上任 有一点关系 好我们来看一下 Thousands of Honduran migrants move into Guatemala hoping to reach US ok这边我们图片看到的是 非常近期发生的事情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宏都拉斯的人 宏都拉斯人呢 他们正在徒步的前行 希望可以前往美国 好这边就是说 数以千计的宏都拉斯的移民啊 他们现在正在往瓜地马拉移动 然后最后是希望可以到达美国的 我们看到这边的地图 好宏都拉斯呢 在这一个地方 那他往上走 会先遇到瓜地马拉 瓜地马拉再往上会遇到了墨西哥 接下来墨西哥的上方 就会是美国了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宏都拉斯现在 宏都拉斯的人 希望做的是什么事情 好我们会遇到单字 有第一个standoff 就是僵局 陷入僵局的意思 名词 再下一个是caravan caravan是队伍的意思 好游行的队伍啊 或者是像刚刚图片那样子的队伍 就叫做caravan 好 slam就是重极 它是动词 再来intolerable intolerable呢 看到ABLE结尾的 通常都会是形容词 不可忍受的 好 内文他说的是 thousands of Honduran migrants are heading north towards Mexico and the US border 好 数以千计的宏都拉斯的移民 他们are heading B 当词叫RNG 正在前往北方 好 往北方的走呢 他们是要往哪边呢 往墨西哥去 然后到达这个 美国的border 就是边界 they have crossed into Guatemala and faced a tense standoff by the police and soldiers of Guatemala 好 那这些移民啊 他们其实已经crossed 就是穿越了 进入了瓜地马拉了 好 进入瓜地马拉当然就是 通国家的边境 他们就是有军备的部署嘛 所以呢 他们就面临到了 因为移民他如果是非法进入这个国家的话 当然就是会 有一些情况产生 所以他们就面对了一个tense 很紧张的僵局 那同时是被两派人马 一方面是police警察 一方面就是军人soldiers of Guatemala 好 but migrants in the caravans say they have little choice but to march north 可是呢 我们这边 听一下这个移民的立场 这个移民他表示 好 队伍里面的移民就说了 他们没什么选择 little是几乎没有的意思 没什么选择 但是只能前往北方 好 就是除了北迁 别无选择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for Hondurans they have been affected by hurricanes slammed into the country in November and also suffered from frequent and intolerable violent crime 好 他说啊 对于洪都拉斯的人来说 其实他们have been affected 一直以来都受到什么影响啊 或是持续受到什么影响 这边hurricanes指的就是 预风 好 收到了这个在11月的时候 就是 重击了 宏都拉斯的预风影响 那他们的家园是被重创的 那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有suffer 就是你遭受什么样子的苦难嘛 就是非常平凡 平人 而且是让人很难以忍受的暴力犯罪 就是犯罪率非常 洪都拉斯的犯罪率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人民就是真的是受不了了 所以才会进行一个北迁的动作 所以他说 some of the migrants believe after Joe Biden takes over as president of US immigration policy can change 好 那这些移民 他们相信的就是 现在看准的时机 就是Joe Biden准备要take over 好 准备要接任了美国总统的位置 那么 如果他接任之后 是不是 移民的政策 immigration policy 就是移民政策 可以被改变 也就是因为 当然就是川普上任期间 移民要进入美国 或者是在美国的移民的 地位跟身份 都是非常的不安全 而且没有保障的 所以就是新的总统上任 当然其他人就会期待 是有新的移民政策出现嘛 好 那么以上 这是我们一月份 一月份的三则新闻 希望各位可以继续follow 博佑的国际英文新闻导读 那么就谢谢各位 我们下个月见 拜拜